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马拉松的参赛者 顶着大太阳跑步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路跑的路线 竟然还在国道上面 主办单位申请国道6号 普里路段 国道上的路跑范围 从普里交流道 一直到爱兰交流道 长度大约有5公里 民众可以放心 在国道上来奔跑 主办单位统计 这次马拉松活动 有3500人参加 有全马 半马 还有12K挑战组 或是5K亲子组可以报名 而每年活动 会场的补给站 都会提供在地美食 今年更为全马组选手 加码 龙虾跟河牛 我们来听一下 现场跑者怎么说 这是龙虾的 对啊 你看里面有虾 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 太赞了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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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还能大袋美食 让民众个个是赞不绝口 辛苦付出汗水后 民众到了补给站 看到这现做的河牛 还有鲜美的龙虾 喜悦之情真的是 异于言表 运动的疲累 统统跑出脑后 先享受美食再说 据传还有参赞者 选定这场马拉松 作为个人第800马赛事 精神令人敬佩 而为了犒赏跑者 主办单位大手笔 准备了龙虾跟河牛 让跑者补充优质蛋白质 还能享受美味的餐点 也为这场赛事画下完美的据点 也为这场赛事画下完美的据点 是 谢谢大家